为什么会有杀害这些事情发生 这个姻缘 真的 世间人永远找不到 怎么起因 佛在经上讲得清楚 讲得透彻 众生互相残杀 真正的夜阴在哪里呢 夜阴在吃肉啊 世间人不晓得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 绝对不吃肉了 肉他也是一个众生 他跟人没有两样 你杀他你吃他 这个就是说 弱肉强食啊 你吃了他 你将来要不要还债呢 要不要偿命呢 要啊 如果你要想到还债 我就不愿意债了 如果想到将来要还命 我决定不吃众生肉了 你还敢吃吗 佛经上讲 吃他八粮 还他半斤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这一生 我们是人 他是羊 我们吃他肉 来生的时候呢 他的人生 我们投出三道 我们碰到他的时候 也被他宰杀 也被他吃 吃的时候 你能够心甘情愿吗 你杀羊的时候 那个羊的时候 乖乖的被你杀 我用这我的身肉 来供养你 那个羊就说菩萨了 他不是菩萨 他是凡夫 他恨透了 这个仇恨呢 永远记在心里头啊 他现在没有能力报复啊 又来生来世 总会遇到的时候 报复就来了 所以说 杀人这人很杀之啊 惊人这人很尽之啊 我们怎么会去造这些 这个卧印呢